網站的中文讓我們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要先帶你來關心到的是 巴黎奧運的最新狀況 而且是最新的連線消息要帶來關心到 因為再過幾個小時呢 巴黎奧運的開幕式馬上就要登場了 沒有想到在這個倒數時刻 法國高鐵竟然遭到了縱火襲擊 當中也造成了超過80萬名的通勤客受到影響 而最新的狀況我們要請法國的特拍記者 龔向華 余信翰還有我們的主播藍運銘 帶我們一起來掌握 我們現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法國巴黎第五區的地鐵站附近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現在人潮是少了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剛剛發生了高鐵的一個縱火事件呢 整體的維安都已經升級了 我們就來看到第五區的大道這邊 整體的警車維安警力 比昨天升等了一個層次 你可以看到現在是幾乎整排馬路兩側都是警車 而且呢連消防車都已經進入到這邊來了 稍早之前呢我們掌握到的消息呢 是這一次的縱火事件呢 造成了將近有80萬的遊客的行程受到的影響 剛剛呢也有從美國來到法國 準備參加開幕式的民眾 接受訪問我們來聽聽他的說法 好可以看到呢很多外地的民眾呢都是希望說 比較類似的這樣的一個恐怖事件 儘量不要發生 因為過去在慕尼黑奧運的時候已經發生過類似的攻擊 這一次的巴黎奧運呢 其實它的整個開幕式是在賽納河畔進行 所以可以看到靠近這附近的整個周邊的這個街道呢 在兩天之前就已經開始進行了人車分流 現階段更因為這樣的一個事件呢 其實整體的維安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提升 整個警車呢進行非常非常多的進駐 而且現階段呢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遠景呢 比我們過往來看是真正多了將近有三倍之多 現階段我們要過去都必須要經過他們的盤問 甚至要出示相關居住的QR Code才有辦法通行 那根據我們現在所了解到的這個發生在高鐵的縱火事件呢 其實呢很有可能是內部員工所為 因為呢在法國國鐵的大西洋 北部還有東部高速鐵路上 都發生了多起蓄意破壞的行為 其中呢故意縱火的情況特別多 稍早我們也知道現在目前國鐵的執行長 這個法蘭度呢表示說有80萬的乘客受到了影響 那剛好在今天晚上開幕式也預計會有30萬民眾 跟貴賓參加也希望在今天晚上的開幕式 能夠順利進行整體維安能夠完全到位 的確要承辦這麼重大的國際賽事 當然維安工作絕對要做好 但偏偏就在奧運開幕式開始之前 倒數時刻剛剛這個余銘也提到說 法國的國家鐵路喔 這個當中高鐵的網絡遭到了二一襲擊 同時呢也出現了縱火情況 當中對整個網絡還有交通影響 當然是非常劇烈的 Komaru Time 1這個交通網路一直到週末 所以當然你可以遇見的是第一個班次延誤 還有很多的民眾都是受困在車站裡頭 剛剛俞銘也告訴我們說 在現場至少有80萬名的通勤旅客是受到影響 當然不只是路上交通鐵路的部分 另外包括在空中交通的狀況 法國東部的機場靠近這個其他國境的部分 也受到了炸彈威脅 因此呢在接到消息 武安人員是第一次馬上了關閉航下 同時是暫停航班旗向 不過還好證實是須驚一場 目前所有的航班已經恢復正常 但是喔在這個時間點要舉辦奧運 對法國來說真的是相對來說 比較緊繃一點點 因為周遭的地緣政治是非常緊張的 包括之前提到的是俄烏戰爭 還有以哈衝突 其實也讓整個巴黎奧運的維安層次 是再度的往上拉 尤其之前我們說到在俄羅斯爆發恐怖攻擊之後 法國在這邊也接到了類似的通報 所以他們是把這個維安警戒全面升級 總共呢是有四萬五千名的警力 還有一萬多名的士兵 當中還有兩千名的保全來進行維安 而且呢是監控這些人來嚴格的限制行動 有155個人是被監控的 另外大家也很擔心的是 這個以色列選手在奧運期間參加賽事的時候 維安工作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在整個奧運舉辦之前喔 周遭的公寓竟然無預警的 很多的公寓被噴漆 而且噴上的是大衛之心 就是呢這個猶太人非常標誌性的一個象徵 所以大家很擔心說 是不是要衝著猶太人而來呢 所以說針對以色列選手的部分 精銳的戰術部隊也護送他們會往返會場 而且在奧運期間提供了全天候24小時的保護 當然對很多的全球領袖來說 這個是建議要到巴黎去 玩工作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是關閉了巴黎的領空 還有在屋頂部署一些狙擊手 還有剛剛俞銘也告訴大家 是在這次開幕式非常特別 因為它是完全公開的一個開幕式 河上開幕式 當然維安的層級要必須再拉得更高 所以在塞納河上 他的河窗也進行了清理 要排除這些炸彈威脅 周遭的管制也是做得非常嚴密 再來就是比賽期間了 包括是雷達的偵察機 還有死神的無人機監控 甚至呢幻象2000戰機 也都是要進行待命 要攔截有可能誤闖的這些航班 不過現在喔 當然以法國的玩角度來看 相關的情資是非常多的 他們也攔截到了一個情報 就是俄羅斯的廚師 竟然也想要干擾奧運賽事 最擔心的狀況還是發生了 奧運開幕倒數前幾個小時 法國巴黎市中心的蒙巴納斯塔火車站 被大批無奈哭的旅客塞爆 因為法國高鐵DJP多條路線 遭人蓄意破壞縱火 導致鐵路運輸大亂 80萬名旅客受到影響 就連往返英國的歐洲之心 也取消部分頒刺 現在還不清楚什麼時候能夠恢復營 事實上最近針對奧運的破壞行動越來越多 除了那些技術的攻擊 你也看到了一個增長的攻擊 例如那些衣服 譬如那些衣服 在法國的帳範圍 尤其是那些衣服 但也看到了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 在中央巴黎市 全臉的臉 間諜就在你身邊 這名俄羅斯級 小有名氣的網紅廚師 就被法國警方逮捕 指控他跟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FSB勾結 密謀發動破壞 就連奧運選手也疑似被盯上 澳洲選手在隔壁的比利時 遭到歹徒洗劫 更頭大的就是奧運期間 1100萬人湧入巴黎 如何揪出可疑者 法國科技公司 用AI來過濾監視器 不適合的情況 例如 人們在路線上 不適合的物件 可能會被困難 再加上部署4.5萬軍警繃緊神經 法國最驕傲的時刻 不能出差錯 TVS的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好